五一年什么 属兔子 男的女的 女的 女的是吧 想为什么再讲一遍 婚姻 豪华节 不好 明白了吗 讲的对不对啊 对师父 对师父 你叫他不要 叫那个五一年的 女的是吧 他本人是吧 叫他自己不要想不开 这段缘分 一会儿好 一会儿不好 大概要持续两年 他还有什么问题啊 你告诉他 因为他的婚姻 让他很困扰 所以他身体也是有 浑身酸痛 肩膀 颈椎不好 是 是的师父 手脚经常冷 对师父 对师父 他的心脏 非常不好 对师父 他要记住了 腰也不好 对师父 他还有一个毛病 他有痔疮 所以他的痔疮 一定要叫他当心 师父 师父 师父要念几张小房子 先念49章 你叫他暂时婚姻上 不要太执着 因为你告诉他 他有点钱 然后他会破财 结财 所以他的财 会慢慢地 被这个男的用掉的 或者拿去的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师父 师父要放生多少条鱼 几几年属什么的 1951年属兔子的 要放1600条鱼 好吗 他年轻的时候很厉害的 他年轻的时候很有能力啊 而且很漂亮 嗯 他有他他比较富贵 比较富贵 他的功课 他的功课啊 49 49遍大悲咒 17遍心经 往生咒29遍 好吧 礼佛每天念一遍 就可以了 好的师父 好吗 你告诉他 他这辈子来还债的 他一辈子欠了两个人 你叫他想一想 他欠了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他一直 给他给他给了很多 你问他对不对啊 所以你现在如果自己随缘好就好不好就算 也不要太担心 不要太难过 因为这都是缘分 年纪大了 反正实在没人照顾的话 我们好好念经 我们还有佛友照顾你呢 所以不一定要非要找一个男人来照顾你 因为有的男人好 有的男人不好 明白了吗 我才想问他的孩子 只能问一个吧 一九 一九八一年 出什么的 鸡 男的女的啦 男的 讲为什么 他的婚姻 这个你的这个儿子啊 你记住我一句话 脾气比较怪 听得懂吗 听懂 在喷上 他有一个妈妈 非常麻烦 经常 他找到了 他的妈妈就说 左不好 右不好 他曾经有一个 就是被你说掉的 对不对啊 我告诉你啊 你啊 你啊 少管你儿子的婚姻 你的儿子过去谈过一个女的脸圆圆的 你不是很喜欢 对师傅 对师傅 你看看看我冤枉不冤枉 我开始前面讲他又不承认 后来讲讲嘛又承认了 好好念经啦 明白了吗 好了 感谢师傅 感谢师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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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